是大学毕业嘛 大学毕业我当时有很好的机会留在省上留在州上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专业我是双语干部嘛 双语 藏语 汉语 翻译啊这些什么的 我非常缺少我们这样的人做干部 我完全可以留在这种研究机构啊 或者是像这种高学术的这种机构 或者当老师这些在很好的地方去生活 但是我父母亲就说我们当初培养你 让你出去读书 现在你学成归来 看我父母说我们不是说培养你要成什么当官的 也不是希望你大富大贵 我们希望你回来过后发挥你的价值 服务我们自己的家乡 服务我们自己的这个村庄 服务我们的身边的这些人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要素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学联知识走出这个大山 那么现在我们走出来了 我们就走出了大山 我们的环境好了 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但是我们感觉我们往往出心 往往什么出心 往往自己的家乡这个山沟里面 还有那么多老百姓 还需要我们去发展他们的产业 带领他们去制服 让他们更多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 让他们读书让他们成长 这就是我们要回去引领他们的 我们的生活条件 大约11点过我们做完演出 当时就是碰见了很多粉丝在等他 那些粉丝就说我们要见丁真 当时大家的话就是非常狂热 就是说丁真这个丁真的话 就是说今天我一定要见丁真 那么我就说丁真 我说今天坐飞机过来太累了 我就说有粉丝就叫我 你是谁 他们就说我是甘子中文理局局长 文理局局长 我能不能和你合影 我说可以 他们就马上尖叫 他想飞翔 不是像周瑞巴 也许是像什么静东 什么说了很多这方面的 然后我就和他们拍照 我说没问题 因为我都像他们第二天早上 整个这个抖音里面都是我的照片 我就这样走火 就火了 就火了 我个人没事 可以跟你一起合影吗 好的可以 感谢 干部做网红 和大家普遍认为的这种网红 有什么区别 个人行为的这种网红 那我们干部就应该去做这种网红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为自己服务的 会不会有人质疑你说 是为了自己走红而去当网红的呢 我走红过后呢 有很多人质疑 我就正面回答他们 我说我绝对不会带货 也不会打赏 我这个是纯粹的公益性的 为干自的文化旅游的宣传 做网红 丁真和刘红相继走红 让互联网再次认识甘孜 现代文明与康巴文化 在这里交流碰撞 茫茫的群山 静默的河流 补育这片土地上的人 给予他们力量 他们怀着深情漫游和寻根 一步步走出 又一步步回到故乡 这是树叶茶 喝一个吧 感觉很香 感受一下 藏族人倒酥油茶 必须是双手 双手 一只手标是对客人的尊重 这是很有讲究的 这个可以试吃一下吗 这个蒸饭 可以可以 现在放这个黄油 我们叫的酥油 其实是国外人说的黄油 就是牛奶里面 分泌出来的 就是我们说的黄油 不是我们早餐 是个面包啊 什么蛋糕上面 不是要浮一层黄油吗 这就是我们萌牛奶 做的黄油 你看 然后加一点酥油茶 酥油茶 我看很多 如果出去干活的人 会带这样的酸吧 这个很好 我们高原商的人 就是我们在野外的 户外的生存里面 非常强 我们只有有一个茶户 有一个壶子 壶里面 我们只要拿上一些脏茶 然后拿上一些盐 拿一个脏吧就够了 就是户外随便生存 那你讲到这种龟熟感 其实美食就是 对 就是你走到多远 依然还会想起来 家乡的这个东西 家乡的食物 对啊 我到上海在北京去学习 我在那带上一个作用 我一定要带他 带上张巴 在北京吃早餐 我看过一张您的老照片 是您跟另外两个朋友 一起好像就坐在草坪上 吃东西 然后那张照片 说的好像是您当时去采点 采线 是吗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从康巴汉子村到那个扩拉乡 大概要走三天的时间 我们一起带这个广东的游客 到那个扩拉乡区的那个路途当中拍广东的游客给我拍的 您既当这个旅游局的局长又当导游又当马夫夫 就是在我的家乡 我干了七年的旅游局局长 在这期间的话 我自己就是带团嘛 我大概带了两万多三万的游客 我自己亲自去带这个团 我带团的目的就是说 我让我的村民们知道 怎样去挡这个巷道 怎样去牵马 怎样去告诉游客 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自然风光 有什么人文的东西 我们的民宿文化怎么样 其实十多年前 可能旅游的这个概念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 但是你是怎么说服他们说 愿意跟着你一起来干这个事 当时我跟你说 第一次我带那个我们的一个中央电视台 就到我的村里面 然后带了很多广东的游客到 这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 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是坐在另外一户民居 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吃饭 吃完饭当天晚上 我们住了一个晚上 走的时候我就给他给住宿钱 我吃饭的那个费用 我说多少钱 所以我就大概给了他八百吧 我们那个是个大的团队 我就给他 他说为什么要给钱 他说以前你都不给钱的 这次给钱是不是看不起我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他说你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 我哪有说我们家里面来住一个晚上吃个饭就要收钱的这个道理 他说从来没这个道理 他就很生气 我就说你错了 我说我现在在做我的工作叫做旅游 我跟他用藏语说旅游叫做旅游 旅游就是旅游这个概念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旅游了 从今天开始到你这儿来的所有的客人 吃了饭要给钱 住在民居要给钱 他就眼睛都睁大 他是有这样 我说是从现在开始 我是从你们家 从你的家里面开始 开始做这个旅游 我这样就把这个村就陆续就带出来 你觉得您其实是一个连接点 就好像衔接了这里和外面的世界那种感觉 当时我带外面的人到我的村里面来旅游 那么我们像有些小孩 他放了书家是不是 放了家 他就把一些山里面挖了一些药材 他就直接买给游客 有些小孩就跑上去就给游客牵牵马 给他当些相当 每次我来 我到这个村里面一出现 他们就会在那个窗户里面 就叫我的名字 刘宏 他就喊 我说哎 这里 我说什么 他说 他说是那个旅游的人来不来 那种感觉 那种幸福感 也就是满满的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为自己的村里面 为他们做了一件 非常好的一个功德的事 那时候一年大概有多少游客 多的是一年的话 大概就是来一万多人到两万人 那其实也给当地带来不少收入 对啊 当时的我们的马帮 从刚开始我记得 我们的马帮就是 那一年是六十多万 后来就开始地震了 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万 一百多万 就这样 开始 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三一八 穿云而来的雅康高速 穿葬铁路 让这里的旅游逐渐蓬勃起来 刘宏是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直到今天 康巴汉子村的村民们 依旧清楚地记得 刘宏和他的马帮 为他们带来了多少收入 多少游客 村里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接替父母打理民宿 旅游 为他们开启了一扇 通向世界的门 您觉得这几年 在这边做旅游 有什么难处吗 难处很多 当然做任何一件事 都有很多困难 我们县上的财力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也是 刚刚开发旅游的初期 就很多领导 包括我的同事都不理解 我说我要注册商标 他们觉得 商标注册商标干什么 那么我就当时 去注册这个商标 都是没钱 没钱没办法了 现在我去到 我的叔叔那个地方 就借了 一万八千 那个时候一万八千不得了 真的是 我叔叔就不借给我 他说你拿一万八千块钱干什么 我说你不懂 借给我就对了 我就把它借了 就先把它注册 后来 就是政府配了一个车 就当时有十五万 我就把这个十五万拿去注册商标 这是已经 我第一次注册商标货 我第二次拿十五万注册商标之间 间隔禁三年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我注册断了 注册完了 但是没有想到三年过后 我才是真正的把所有的商标注册完了 然后就开始做个旅游规划 当时我们亚江县没有旅游规划 没有钱 我就让我们单位的一个小伙 我们两个把工资卡 抵押到那个信用社 就我们两个抵押了二十万 就做了一个亚江县旅游总体规划 就这样开始干 如果是没有这样去做 也没有今天的品牌 是吧 这个品牌不是我个人的 是这一方水土 包括我们甘子州的十八个县 都是康巴汉子的故乡 这个品牌 让我们得了很多力 尤其是我的家乡 这个是康巴汉子的故乡 康巴汉子村 我现在我家乡就这小孩 很骄傲 到了成都 到了北京 说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来自中国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 亚江县康巴汉子村的 他还有这种自豪感 存在感 但后来您离开了亚江 其实也是负责的范围 越来越大了对吧 对对 到了康林 当时离开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因为毕竟这边是从您 从零到一开始做旅游的 当时心情很复杂 因为我在这干了七年 最后呢 我在康林区 是工作的需要 没办法 我在康林区当美医局长 走的时候 这村里面的人 从这村口一直送到那边 我大概步行了三公里 然后才走车走达 然后最后到了我的 到了亚江县城 村里面又来了十四个代表 又来送我 在我家里面 他们又藏着传统的舞蹈 跳了一个国庄 我们藏着教主就是说最好的一种 祈愿 他们对我的祈愿 就是说希望我将来 一起吉祥主义 走得更好 您就是肯定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 去看这个旅游的发展 您觉得 是否达到了您觉得的预期 甘子的旅游 这几年我到了周上 到现在为止 我们开放了八十亿个景区 当然我们没有开发的 具有世界级的 四级或五级的资源 我们还有几百个资源 还放在深规 我们没有去开发 因为我们感觉 这些族物 一个一个的成熟 一个开发一个 但是再往前看 其实我们外界会觉得 这里的流氓 好像稍稍滞后于 四川其他的地方 对啊 这个好 就它会稍微慢一些 您怎么看这种 这个很好 因为这个和我们四川的 其他的二十个地势 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甘子 我刚才说了 第一个 我们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我们是高海拔地区 是吧 第二个 我们是高原风光 第三个 我们的所有的大自然的风光 人为的风格 都是原生态的 它不是人文打造的 或者是我们有钱 就可以建个景区 不是这个概念 第四个的话 像我们这样的景区 它是不可扶制的 它具有唯一性 独特性 不可扶制性 有三个特点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景区的话 更多的人进入大众观光 有这样来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 马上被破坏掉了 是吧 我们这一代就把环境破坏掉了 那下一代 怎么生产 怎么办 那么我们更希望 就是小众的 限制人数的 这样一种特种理由 是最适合我们山地里有 甘孜的未来的发展 那绝对不是 大量的人走进甘孜 这样的话 我觉得 我们甘孜的这个旅游 可能将来的环境保护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说 我觉得和其他地势 就比我们走得慢一点 这其实是一种好事 要把旅游当成一个匠人精神去做 要把旅游做到极致 这才是旅游的最终的 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康巴汉子村 有一处被八座群峰拱围的 锅岗顶景区 如坐落在莲花台上 草原与高山湖泊铺展开去 天然形成的中国地形图 宛如大自然 深沉辽远的浩坛 罕见的白狼谷博遗址 凝结了无穷的猜测与景仰 儿时的刘洪 常常在这里一待 就是一整天 这里是康巴汉子们放牛的地方 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 眼里是圣洁的太阳 对土地的眷恋 对自然的敬畏 烙印在他们的骨子里 他们相信 路在场走下去 定义报告 亲唱 亲唱 可一 可一 亲 亲 可送 可送 可一送就 可一送就 环保 环保 家园 家园 各得吧 各得 亲了 可送 可送 可一送就 可一送就 亲 亲 可送 可送 可一送就 可一送就 亲 亲 可一送就 可一送就 过天 哥 儿 di 咙 父祝 Twist 感谢观看